各位的那个程度,那这边有个功能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最后的结果,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报表 非常快的,就可以统计出结果,总共有19位同学填这个资料,我们来看一下 呃,这边 怎么样得知这个课程,其实我蛮好奇的,那到我们的劳动大学到底 选你们怎么会来上这个课,因为实际上现在都网络作业了 所以你们好像也只能上网去报名的,以往还要排队到实,就是现场来报名,现在好像不用 而且甚至好像你们就列印了什么,什么AT,直接就转账一下,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其实非常方便 那反而当然哦,如果你没有跟上实弹,你会觉得非常不方便 还是有些人还是习惯用现场报名的 可是其实你说真的要跑一趟,还真的有浪费时间 而且刚刚有同学都找不到停车位,你问他报名,还要开个车,如果你是开车,骑车还好啦 你开车都要找停车位,找半天 那这边其实好处,如果要坐捷运还好一些些,辛普寨离这边不远,走路过来应该也还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得知这个,就是这边最多是这个,从劳工大学网站上看到的 所以看得出来好像一半,47%的同学是从网站上看到的 OK,那再来就是说本来是救生的,也有32% 另外亲友介绍的,所以亲友的推荐也是一个,大概11% 然后DM的话也只有一个,从网路部落格也只有一个,最多还是从网站上看到 OK,那再来年龄层,我们来看一下,最多是那个6年级升最多的 6年级升,表示这个年龄层是最拼的,压力应该最大的 再来是5年级升 然后再来是2、3、4,那就是算 这算是比较年长的,2、3、4,应该都已经 如果40年,40几年次大概都已经50几,50几的 OK,那还有7年级升有两位 所以我们这个组成是比较偏重在5、6年级升这个族群 OK,那再来的话电脑程度,入门的比较多 再来是有学没懂的 所以可见的我们大概集中在比较下面的部分 那只有三位同学比较进阶,所以这三位同学 可能,要不然就是说我会给补充一些资料 要不然的话,你们有空也可以上我部落格上面 我部落格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像刚刚的同学讲说,可能没有办法全部 但是至少你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然后OK,再来入门 那再来的话,我希望上课以南风为主 这个平面的应用操作说明,74 所以大部分同学还是对这个功能 怎么去使用它,应用它,操作它,好像比较感兴趣一点 再来就是范例,所以刚好这两个 所以我们前面还一定会跟各位讲解,如何把这个环境搞定 让各位很快速的,顺手的,赶快操作 会操作OK,会操作OK之后,再来赶快 赶快画图 反正就是不脱泥带水,我的上课风格尽量 就是不要讲一些理论的,因为理论的东西说真的 太抽象了,太抽象了 我跟你讲说什么什么图学的概念 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 书本里面有的,那我在刚好讲 看到那个部分,我再补充讲一下 主要还是以绘画图为主,看到结果 因为现在工作上还是要看到结果 你画不出图,你会很会讲一个图,没有用 讲那么多之后,你还是要画出来给人家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配置与出图 配置跟出的很重要 那再来我们那个快要期末的时候,会有个成果展 所以到时候你们画出来图要把它存起来 这些图将来你们要把它做配置 然后要把它出图出来 出图出来要交给我 交给我,我会把它做成一个PowerPoint 将来会在我们那个成果展上面会展示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尽量去画 可能我会给你们一些范例 那些范例的话 你也可以做一些改变 你不一定要完完全全跟范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做一些修改 做更复杂的变化都可以 然后到时候要做配置跟出图 所以这部分稍微说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指令 绘图指令等等 OK,那证照的话 比较少的同学有兴趣 五个 百分之六 OK,那阿德伦我再看一下 好,那这里的话 劳工大学的资历 看一下最多 新生有58 所以我们这班的话 其实吸引了百分之五十八的同学加入 所以还不错 我发现我这学期开的三门课程 就是新生的比例还蛮大的 大概都差不多六成 也就是说 我觉得网络的影响力应该还蛮大的